这是什么情况 这是什么情况 集团董事长小美 对这天画好精致的面容来视察 竟被工定一个小小的工头一巴掌扇猛了 这工头也真是狠心了 如此漂亮的美女说扇就扇 该说不说你是超勇的呀 强烈建议你去和吃烧烤的几人PK一下 而原因我们就从头说起 这天美女董事长小美正在办着工 此时秘书大壮拿着招标书走了进来 说这是多家公司送来的合作方案 而小美看中其中一个名为富贵公司的集团还不错 于是小美当即站起来带着大壮前去实地考察一下 而此时在工地的一角 年轻小伙大黄正在辛苦地搬着砖 本来这一切都如此美好 但一旁脾气火爆的女子翠英等人等不耐烦 不断地踢着旁边的管子以发泄内心的授欲 而懦弱的大黄只敢卑微地上前将管子慢慢排好 谁知气在头上的翠英开口便骂 这是命贱 活该是一个吓的人 优鹤 瞧瞧这芳香的樱桃小嘴吐露出来的话 感觉像是早上噎死了 这味道真是冲得令人上头啊 一听这话就算再懦弱人也受不了啊 怎么的是 就算仇家也不过如此了吧 于是大黄也不满地教训起来小翠 还说这些管子我们待会还要用 不料这一下更把小翠惹怒了 你那把我怎么样 我告诉你 我他妈要是不给你捣乱 你连工作都没有 优鹤 小翠这脾气真是脑壳提在手里玩耍 不知死活且牛逼啊 再次强烈建议小翠去吃个烧烤 而此时在一旁看了好久的宫头永强 直接化身正道的光 走上前帮大黄说话 人家就是在这里干点活 都不容易 你这样欺辱辱骂人家 也太过分了吧 而有些人真的是活该 小翠竟然还直接骂道 这是奶家子拉链没拉好 把你给放出来了 听听这话 要是我肯定会亲切地问候小翠的十八代 我警告你不要乐警发啊 我告诉你毁谤 你知道吗 我告诉你毁谤啊 他毁谤我啊 他在毁谤我啊 求翠英给他们道歉 你放开我 我马上给他道歉 真不知道是什么人 才能交出小翠这种不可理喻的物种 在摆脱永强的控制后 小翠接下来羞辱得更加难听了 简直都不能放出来 而永强则更加气愤不过 又猛地一把抓住了小翠 非要让小翠道歉不可 而就在两人争执时 小翠的男友大头终于赶来了 但万万没想到啊 小翠的冤种男友 居然是这个工地的主管 这剧情设计的真是一波三折呀 面对主管大头温柔的问候 天真的永强还像大头 汇报着小翠的恶行 但俗话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无赖大头比小翠更加嚣张和无赖 这边永强在控诉小翠 用九鹰白骨爪欺负自己工人 还打伤了自己 谁知大头反手一个大杯佛手拍了过去 还喊着打你个憋三怎么了 还要承认 挨打站稳 你还敢有怨言 你算个什么玩意 我的女朋友你都敢欺负 你是不想干了吧 刚说完又使出一招双龙出海山了上去 大头的无赖程度 真是强到见了都流泪啊 关大一急压死人 这可真不是说说而已 看着自己的靠山来了 小翠欲加嚣张 天犹加粗的还说永强非礼自己 一听到这 大头这暴脾气瞬间暴怒 二话不说蛮横的就要开除永强 好人做好事却得不到好报 反而要被报复 这真是现实啊 而永强这上有老下有小的 外加孩子上学和房贷 哪敢离职啊 于是永强极力地解释和哀求 本来这大头是想直接辞掉的 但刚才被永强欺负的小翠 却不想轻易地放过两人 那样也太不解气了 于是便恶毒地让永强给小翠跪下道歉 这样就能保住工作了 哎 这真的很现实了 形势比人强 一边跪下就可以保住工作和家庭 但丧失了尊严 如果不跪工作和家庭都会很难 如果是你会怎么选择呢 而永强就选择保住工作和家庭 毕竟他已经不是当初意气风发 什么顾虑都没有的少年了 现在他是孩子的爸和父母的儿子 而就在做了好事的永强 却要趋于强权跪下时 正好被路过的董事长小美看到了 小美说得真是太好了 既然永强惩治不了你们 就让董事长小美来管管 而不知小美身份的小翠 竟然发现小美是他初中同学 这下可惊慨了 但小翠可没有老同学见面的喜悦 反而还极度当初小美学习好 这女人就是记仇啊 现实中真的有这种人 看不惯比自己强的 现在小翠绑上了工地主管 正好借此来整整小美 而小美现在是什么格局 摇摇头也不屑和小翠争吵 善良的小美于是便问永强两人怎么回事 同时也是因为自己公司 要和这个工地的集团合作 必须要把事情搞清楚 而听到小翠的行为和主管大头的无奈 本就正义的小美也是气愤不过 就算今天不是来视察的 这个事情自己也要管上一管 其实按照小编想法来看 一方面确实是小美很有正义感 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管这个闲事 对小美来说就是随手而为的事 光凭大头打人还逼迫永强跪下 这事就已经很过分了 而在这个工地嚣张惯的大头也是不索 对小美也是直接恶语相向起来 骂到你在指我 我就用三分归元气废了你 而秘书大壮可是掌握如来神掌的天才 怎么会怕一个小工头的威胁 于是也反骂了起来 但这骂归骂 谁知大头骂到了大壮的祖宗上 这一下大壮也不多必备了 直接一招如来神掌第一次拍了上去 秘书大壮这一巴掌真是头上沾鸭子 顶呱呱呀 而这一巴掌后 最担心的反倒是永强 因为永强知道大头的人脉和能力有多大 但正所谓恶人自有恶人魔 今天好巧不巧的让小美碰上了 别人可能会怕 但小美就算是上这个工地的老板 也要恭敬的对待 怎么会怕一个小小的工地主管呢 而大头看对面人多势众 这是要不讲武德呀 年轻人不讲武德 大头也是一团邪气上来 在这个工地自己还没被这样欺负过呢 于是大骂着小美等人 今天这个事没完 你们给我等着 随后拿起手机也开始摇人了 直接让保安部队长带人过来 看大头开始摇人 不知道小美身份的永强 担忧的赶紧让小美两人离开 这大头什么三较九流的人都认识 你们惹不起她的 还别说 要是普通人还真惹不起这大头 但这次天天遇上小美了 这就是耗子对猫耍把戏 急着求死啊 打完电话的大头 还不知死活地顶着个光头 恶狠狠地威胁小美等人不要走 这样子像急了小时候打不过别人 叫家长来的情形 眼看大头玩不起摇起人来了 善良的永强连忙答应给小翠跪下 只要大头能放过小美两人就行 该说不说的 永强这人真的能出啊 如此正义善良的人真的不多了 但大头已经打电话叫了人 现在是硬气得很 一听永强还敢谈条件 瞬间暴怒起来 直接一招风神腿踹了上去 而一旁的小翠还开心地摇起了花手 这可真是人心不古啊 不过现在有了小美的帮助 一起看这个大头的好戏吧 小美这番话真是霸气啊 不仅仅是在维护永强等人 也是在维护这一份不义的善良与正义 想一想 如果永强这次做了好事不仅没好果 还要被欺负羞辱 恐怕以后的永强不会像现在这样了吧 现在小美反而要让大头失去工作 于是也不再废话 让秘书大壮给他们董事长打电话 让他马上过来一趟 看着大壮打起电话 无所谓的大壮还不相信 他不信随便碰上个路人 就还能比自己厉害 在大头眼中 小美他们就是在装腔做事 于是大头张开樱桃小嘴就骂 你们几个小憋三 能认识我们董事长 我们董事长和M78星云那边有关系 岂是你们想认识就能认识的 你是还没有搞清楚情况吗 你到时候还没有刀了 我要是不放了 就在大头即将又要挨一顿 大快人心的爆磋时 保安队长带着人 以百米两秒的速度赶来了 真是太扫兴了 小编还担心大头被打不死呢 结果救兵来了 随后来人上前一招 独孤九剑推开的大壮 果然是高手啊 这下场面局势瞬间反转 而大头就如迪迦拿到了变身器 悟空拿到了金箍棒 更加的嚣张起来 而见大壮居然还敢嘴硬 恶毒的大壮也不废话 也是一巴掌扇了上去 你什么的 老子从出生到现在还没能感动我 你刚才不是很牛吗 打呀 打我呀 再打我一个 打呀 快打呀 打他X的呀 这要求我一辈子都没见过 像这种要求我这辈子都没见过 算了吧 这大头真是一次次刷新人类的底线了 随后命令手下一众高手把大壮抓起来 这关键时刻小美站出来了 一声怒吓直接镇住几人 众人看小美这气场就觉得不是一般人 也就大头这种有眼无珠的人才看不出来 而小美能当上董事长也不是简单的人物 直接来了招府底抽薪冲着保安队长说着 你们董事长就在来的路上 如果让他知道你上班时间带人私自外出 你这份工作就别想要了 文言 刚想用降龙十八掌的队长连忙收住手 毕竟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 但大头今天就要好好教训一下小美几人 眼看队长几人被一个女流之被吓到 大头暗骂一声真是没用 随后一招抗龙有悔拍了过去 你个猪脑的吗 董事长这么忙怎么会来这里 完事之后少不了你们红包 赶紧给我上 我说你还要你们干吗 上啊 你不想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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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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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放开我 放开我 这可真是妙小妖风大 痴浅王八多呀 这让我突然想到看过的一个文章 古代的皇帝够厉害了吧 可即便他们也不敢随便微服 或者也不敢随便出妖 就是怕遇上不长眼的 而现在局势彻底反转 大头两只十八米大掌 一手揪住大壮浓密的卷发 另一只手犹如钢铁般拍了上去 这位是不比降龙十八掌威力小了 但大壮的脸皮也不是白练的 一身横练的金钟罩硬生身抗了过去 而一旁的小美虽然贵为董事长 但面对署名高手大汉 小美也根本帮不上忙 面对犹如狂风暴雨般的猛烈攻击 大壮很快就要扛不住了 就在这关键时刻 工地的董事长大王 从M78幸运一路横渡星空赶来了 谁知刚到 就发现自己手下在围攻大壮 这下可把大王给吓坏了 连忙上前将手下拉开 当听到自家老大都喊小美 董事长大头等人瞬间犹如当头棒喝 现在才明白过来 自己的那点功法和实力 在小美眼中就渺小的像虫子 随后小美也不客气的当场质问大王 你们公司可真是出精英啊 居然为难一个辛苦的农民工 还逼迫他们下跪 就你们公司的这种风气 我可不敢和你们合作 而决定高手 哦不 而董事长大王连忙辩解着自己不知情 这中间应该有什么误会吧 为言小美更加的气愤不过 这要不是大王来得快 恐怕自己和大壮今天就要折在这里了 至于大王只不知道大头的为人 那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眼看小美不是那种好糊弄的人 大王又连忙保证 今天我一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 你倒是说话呀 你这个屁呀 是不是有这么回事 慢着说的 你这个王八蛋 打你这把子 不是因为我是一个领导 而是因为 我是一个人 你看看你做的这些事 连生生都不足 就如大王所说的那般 这大头简直是禽兽不如啊 一身高深的功夫 不想着造福社会 却在工地欺负一个工人 而大王不管是有意还是真心的 还对着工人大王道歉 那是真正的道歉 低头的那种 而大王这种善良的人也直接原谅了他们 随后大王 小翠 保安队长等人也全都过来道歉 真是太爽了 好给人家道歉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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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不用不用不用 对不起 对不起 看到了吧 这就是善良的人了 就算别人欺负辱骂自己 面对别人的道歉也很快就能原谅 真不知这是好是坏啊 但现在大头道歉也晚了 前面他做的是太过分了 随后大王霸气了一招废掉大头的全部功力 直接给逐出了公司 这下大头可是一无所有了 而一个光明的结局肯定不止于此 随后大王把正义的永强提升到了主管 看完大王这一番操作 小美也终于是满意下来 到这里本故事就结束了 看完我想到一句话 天道好轮回 苍天饶过谁 任何人都应该坚信这句话 要对人以善 这样别人才能以善对你 感谢观看